今天的主題是要讓你們知道什麼是 越減越肥的可怕減肥迷思 我必須說 就是很多人你們的吃法 根本叫做衝動性減肥 效果會好上一萬倍 我今天會有大魔王動作 我覺得我今天看起來 在鏡頭上看起來 好長喔 我有一種身體很輕盈的感覺 我覺得應該是 終於可以正常的恢復 就是大吃 可是不是那種亂吃 那今天我要跟大家講的是 減肥時最常見的飲食地雷 我必須說 就是很多人你們的吃法 根本叫做衝動性減肥 我昨天有收到好幾個留言很開心 他們說做到今天為止發現 跟著KIMIKO老師做30日減肥企劃 是最輕鬆的一次的感覺 對不起我已經好卡 你當你很清楚知道 你吃下是什麼食物 用多少的調味料 不要懷疑 光是你只要知道這兩件事情 對你的減肥人生來講 你前面最已經平坦了一半以上 減肥是非常消耗意志力的事 我們又不是為了要去打比賽 所以我覺得如果你們要跟著我 過漂亮的人生 你根本不需要一定要每一餐都吃 白水煮雞胸肉啊 無鹽無油 它不是沒有像 但它很痛苦 我很老實的跟你們講 我也沒有辦法這樣天天吃 所以我從事的方式就是呢 直接從你喜歡吃的東西裡面 慢慢下手改善 我要帶你們呢 直接體驗 而且直接做到的叫做實質性減肥 我要帶著你們直接做到 好激勵人心喔 我現在是一個微醺的狀態 為什麼 你們如果到我的Instagram的限時動態 看我的Story 你就會發現 我今天晚餐喝了超大一瓶新酒 所以我今天我們的運動也很特別 我今天要坐著做 今天的主題是要讓你們知道 什麼是 越減越肥的可怕減肥迷思 不要告訴你們 對你減肥根本沒有幫助的數據裡面 有三大點 第一個 體重計上的數字 第二個 你的運動的時間的那個數字 你收藏的減肥文章的數量 這三個數據 會讓你越減越肥 它對你的減肥 是沒有實質性的幫助的 運動本身 它不是被當 不該被當做是減肥工具 運動是一個 直接提升你生活品質的有趣方式 你應該是選一個你喜歡的事 然後繼續做 然後在做的當下 不小心發現說 我怎麼會瘦得這麼漂亮啊 一起來看喝酒之後如何運動 這個標 還蠻厲害的 1 2 3 4 5 6 7 8 KIMIMIMA運動 是不是體感啊 都有一種非常在舒服快樂的感覺 我們今天的特輯呢 名字叫做 棉花草女排減肥 還有細小腿按摩術 跟觀眾說 你們是不是看到我 跟Day1有什麼差別 有什麼上銷喔 沒有沒有 哪裡都瘦就是沒瘦就 好 感謝您 Linda是第一次 夾KIMIMA吧對不對 對 準備看到嗎 剛開始真的覺得 有點要死掉的感覺 覺得這些動作 瘦都是在 不經意當中 哦 懂不經意 對 我自己都不知道 就是看起來好像 對啊 不想要就是加入 棉花草女排 我告訴你們 你們是棉花草女排 我是泡谷人KK 哈哈哈 首先我們要先來講 棉花草女排的定義 第一個 棉花草女排外型的特點是 白 又 嫩 甜 賴 那我要跟大家講 如果你是棉花草女排呢 其實 你不用擔心 只要你從哪一個步驟開始 你一定有救 你要做的第一步是什麼 核心訓練 因為核心就是你的第一季 那麼往後退的時候呢 就是快樂的你 開始 開始 你們躺著看我們 開始 1 2 3 4 5 6 7 4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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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超小 哈哈 小巴肉 鼻子結 欸到底有沒有關直播啊 我們這樣會沒完沒了 是的 我們來到第18天了耶 嗨 大家晚安 有沒有覺得我飽很多啊 我們有那個網友說啊 因為他真的在這個十幾天裡面 受得太誇張 然後男朋友覺得不可思議 所以男朋友現在開始每天陪著他直播做 然後男朋友的反應非常好 就是腰不痛了 而且他還把男朋友裸體的照片 PO給我們看 我們今天會有大魔王動作 是的 來到了第18天 我們要來開始打薄腋下了 所以呢請你們公開的跟著我 把我們的固定的工作做吧 然後最後一個動作 我們會改成打薄腋下 你們看就這樣夾住 有看到腋下有差嗎 跟手臂有差嗎 你再擋住 你看這樣夾住 你還要這樣夾住 1 2 3 4 1 6 7 8 2 2 1 4 6 7 8 我的天啊 我要補回來 一下子有炸掉的感覺 今天是禮拜天的晚上 也是我們的KIMIBA 30日減肥企劃的第19天 是的 今天的內容呢 就要來跟大家講 手臂要怎麼細 注意我的用字喔 我並不是說手臂要怎麼瘦 我講的是 手臂要怎麼變細 我今天會講兩個重點 第一個 體脂低的人 肌肉量多的人 要怎麼細手臂 二 體脂很高 就是泡芙人 要怎麼細手臂 而且偷偷告訴你們 其實很簡單 只要一個角度 這兩種人都適用 我下午在寫腳本的時候覺得 真的是太厲害了 我怎麼可以 這麼的 就是 有內涵 我要先強調一件事情喔 的確 是沒有什麼局部瘦身這種事情的 有人問我說 不斷的舉啞鈴 手臂就會細成一道足竿嗎 其實更多的可能是呢 如果你是用這樣子的方式去斷練一段時間 你的手臂的肌肉會更發達 那如果再加上呢 你沒有做減脂的這個動作啊 你的豐厚的脂肪再覆蓋在發達的肌肉上面 你的手臂外觀看起來就會容易更粗壯 可是如果你是體脂肪低 手臂其實不是肉 但是白白秀松垮 你就要做一些 來囉 重點來囉 讓手臂打直跟延伸的訓練 所以為什麼你們都會覺得 芭蕾舞者的手臂非常的美 因為我們從小就一直在做延伸的天鵝手的訓練啊 我今天有穿一個 比較稍微有點範圍的運動服 要拉一下下 1 2 3 4 5 6 7 8 我的媽啊 聽一下大家爬過來 不知道自己動作對不對 請看KIMIKO的女性日常美太 裡面有大魔王的所有詳細分解 然後呢 很多人說為什麼就是 KIMIKO爸這一針到底是做什麼的 很多這兩天新來的新同學們 他是幹嘛 他是一個姿勢固定爸 所以呢 你們知道就是當你姿勢被回證之後 你的動作 他就不會有那個 你自己的那些盲點跟動作做錯的疑慮 哈囉大家晚安 我們今天的主題呢叫做 怎麼解救水腫型肥胖 然後我們今天的內容呢 是幫大家做了一個 第一天到第二十天的總整理 如果你想要從此破解水腫型肥胖的困擾 他有兩個方式 第一個呢 移生你的新塵代謝 你躺著都會瘦 到底要怎麼提升新塵代謝呢 第一個 一定要睡一眠 我們要從生活習慣下手 第二個就要講到重點了 就是運動 過多的運動 也會給身體帶來不必要的壓力 3 2 3 4 5 6 7 8 結 數 了 哈囉大家晚上 哈哈哈哈哈哈 減肥要有吧 我是你們的好夥伴 KK 今天要告訴你們如何一個舉動就可以簡單的破除水腫型肥胖的困擾 注意聽 就是你的運動頻率比你的運動強度來得更重要 對於水腫心肥胖 運動新手 沒有運動習慣的人 初學者 還有你的動作品質不佳的人 每一天只要你一有空 就持續的刺激自己的肌肉 效果 會比你做一次來的就是可能90分鐘2小時3小時的 效果會好上1萬倍 屁股要夾緊喔 唉 我的好累喔 哈哈哈哈 KIMIK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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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你們會看到我今天背後有非常多的就是是器材 然後哈囉你在幹嘛小姐 我在直播欸 如果再把腳舉起來你們要告訴我我會阻止你 最近他還沒有嫁出去 嘿怎麼舉腳了 你不可以討鏡的